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案发在2021年7月12日凌晨 大埔乡市会方一栋堂楼起火 三母女死亡 身上有多处的刀伤 现年65岁男护主被控三项谋杀 以及一项有意图而纵火罪 案件在高德法院审理 控方结案陈迟的时候说 被告曾经向医生透露女侍主有外遇 是受到女侍主挑衅而犯案 没有意图杀害两个女儿 控方说被告犯案的时候 有充分机会思考 斩人后也有罪地将三母女的身体跌放 陪森团5比2大比数 裁定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 误杀及有意图纵火罪成 押后至下个星期以求情 超强台风银行 今晚在午夜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 天文台会在明天中午12点至下午3点之间 发出一号戒笔信号 今天是24节气的立东 至于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信号 天文台就说 由于银行环流较小 要视乎银行与珠江口的距离 它的强度变化和本地的风力变化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 维港泳星期日举行 主办方说 如果当日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 活动将会取消 主办方 中国香港游泳总会表示 根据天文台对热带气旋银行的路径预测 有机会为本港带来不稳定天气 或者影响星期日举行的维港泳 如果当日早上六点天文台仍然发出一号或更高信号 或者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仍然生效等 活动就会取消 泳总提醒参赛泳手 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预报 今年的维港泳 由湾仔金字经广场公众码头出发 重点是尖沙咀声光大道 设有幽游组和京赛组 名额一共四千个 警方针对澳门赛车即将举行 拉了14人涉嫌非法赛车 警方扣押14部私家车 在大滥冲车辆扣留中心 作进一步检验 是否有人非法改装 新界北总区交通部 针对澳门赛车即将举行 过去两个月进行反非法赛车行动 侦破六宗案件 其中三宗涉及六辆车 分别在屯门公路和透露港公路赛车 最高时速达到157公里 另外三宗涉及八辆车 在全錦公路不断高速来回 在一段限速50公里 弯多而且路窄的路面上 以时速高达135公里在行驶 并且在弯位多次环越路中的双白线 进行追逐 不过警方并没有即时执法折查车辆 而是凭住拍摄倒的片段调查 上个月28日至今个月1日 采取拘捕行动 今次的不折车 我们亦都想给所有驾驶者 多一份警惕 我们认为不应该驾驶者 在见到警车的时候 才小心驾驶 而是应该全时间都应该 做一个谨慎安全负责任的司机 被捕的14个本地男人介乎20至33岁 报称教师、护士和职业司机等 涉嫌非法赛车和驾驶时 没有第三者保险 目前获准保释 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导 警方严厉谴责非法赛车行为 罔顾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强调绝对不会辜息 母线电视记者陈建文报导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致贺电 说希望走出一条新时期 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多国领导人也祝贺特朗普 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 事件四年将会再度入主白宫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贺电 祝贺特朗普当选 习近平指出中美合作两利 斗职俱伤 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和国际社会的期待 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加强对话沟通 妥善管控分歧 拓展互利合作 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祝福两国、为及世界 国家副主席韩正同日致电给曼斯 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 北京、外交部深夜发声明说 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对特朗普当选总统表示祝贺 美国盟友、日本、澳洲和英国等国的领导人 纷纷祝贺特朗普当选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因发声明 说期待与特朗普再度合作 呼吁努力勾建夸大西洋伙伴关系 祝福双方人民 特朗普将会如何认对盟友以色列 在中东多地的开战 是外界焦点之一 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说 相信特朗普胜选有利两国盟友关系 正同乙军在黎巴嫩交战的真主党 新任领袖卡西姆就强调 美国无论由哪个当选总统 对真主党来说都是毫无价值 而同乙军在加沙作战的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就强调特朗普必须令到美国 停止盲目支持以色列 至于一直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 并且因为核威胁等问题 长期受到美风制裁的伊朗 就表明伊美主要政策 不会因为美国政坛变天而改变 母线电视记者朱少林布特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外界关注新政府内阁人选 美国传媒报道 曾经在国会推动多项反华议案的 参议员鲁比奥可能担任国务卿 路透社报道 法罗里达州参议员鲁比奥 是国务卿的热满人选之一 鲁比奥曾经多次提出针对中国的议案 包括要求制裁中国电动车电池制造商等等 并呼吁全球联手对抗中国 是2020年曾经被中方制除不准入境中国 另外一名国务卿人选 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拉因 奥布拉因经常和特朗普就国家安全对话 而国家安全顾问就可能会由格伦奈尔担任 格伦奈尔是特朗普最紧密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 特朗普在今年9月会见乌克兰总统 扎连斯基的时候格伦奈尔也有出席 曾经在特朗普上一个总统任期内 担任国务卿的蓬佩奥 就可能会成为国防部长 另外一名防长人选 是现任国会议员华尔之 他是众议院中的对华英派 曾经多次提出针对中国的议案 包括畅意减少美国对中国关键矿物的依赖 而国土安全部长就可能会由霍曼担任 他曾经担任移民局代理主任 也经常获得特朗普称赞 而贝桑就被视为财长的热门人选 贝桑是特朗普的重要经济顾问 与特朗普的关系融合 特朗普的主要捐款人保以森 也有机会成为新财长 他是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 也表明自己对这个职位感兴趣 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琦报道 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提出减国内企业税 对中国货品加关税等等 应对国内通胀 分析如期措施有可能识得其反 由李卓谦在美国华盛顿报道 大城市当然想做到日夜都纷纷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虽然是政治中心 但入夜之后不少马路都明显淡静 由一个街口走到下一个街口 不难遇到鸡铺 这个位于白宫东面的社区 有食肆铺位更加空置了超过四年 有分析相信 与在家工作仍然盛行有关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 华盛顿特区曾经是 全美在家工作比例最高的城市 达到四成八 趋势在疫情之后 也未有大幅逆转 实体上班的人少了 晚上同时间消遣自然减少 除了工作模式 物价贵亦是直接因素 令人少了出街 去年美国家庭平均可知 配收入是半世纪前的大约六倍多 但同期物价上涨了十多倍 福布斯雜誌曾经调查说扣除通胀 美国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人工其实并没有提高 我认为是从疫情下降 之后的时间 很多钱都被花了 得到那段时间 我认为这一种效果 是似乎 判断 全人 但就是这么多 我认为 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 食品价值大約30% 所以肯定是有意識的 但不是薪金嗎 不是薪金 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競選時 提出的壓低通脹政策 包括減企業稅 由21%降到15% 希望提高國內生產和消費 有分析就擔心政府收入減少 反而增加了財赤 發債或印銀紙都會再增加通脹壓力 至於特朗普提出在他上任之後 將會對所有中國進口貨品 加徵新的額外六成關稅 有智庫分析就說這樣做 即是等同令到美國本土的消費者 貨品的選擇少了 也有機會推高通脹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在美國華盛頓報道 其他消息 澳洲南澳警察局長 建議州政府將購買私煙列作犯罪行為 以打擊販賣私煙的犯罪集團 以及壓止因為爭奪私煙地盤 而接連發生的縱訪案 南澳的私煙活動日益猖獗 警方在記者會上展示日前首獲的 一批美元碎香煙 總值380萬澳元 相當於2千萬港元 警察局長史蒂文斯說 自7月以來 南澳發生了19張和爭奪私煙生意有關的 電鋪中火同委壞案 他建議州政府考慮將購買私煙定為犯罪行為 以打擊和售賣私煙的有組織犯罪集團 目前在南澳買私煙並不犯法 但售賣的一方會被重罰 商店賣私煙最高可罰款150萬澳元 相當於770萬港元 史蒂文斯說 私煙和黑市電子煙已經成為澳洲主要犯罪集團的大生意 由一個黑幫壟斷了南澳的私煙銷售 這三個幫派互相焚燒對方的店舖 並向其他賣煙的店舖勒索保護費 這些犯罪行為近期有升級的趨勢 史蒂文斯說 為了阻止黑勢力坐大 他認為將購買私煙營私化 可以有效打擊私煙販賣 無線電視記者黃思琪報導 俄羅斯核動力破冰船楚科奇號下水 總統普京說 有信心北方航道的發展勢頭 將會不斷加強 破冰船下水例 星期三在聖彼得堡波羅的海造船廠舉行 楚科奇號是俄羅斯第五首 第二二二二零型核動力破冰船 這個型號是目前全球動力最強的核動力破冰船 主要任務是開發巴良之海和白令海峽之間的北方航道 總統普京在莫斯科透過視像下達下水命令之後 工人拆除難助裝置 破冰船正式下水 普京說 楚科奇號下水是俄羅斯破冰船艦隊發展的重要階段 艦隊實力加強 對北方航道的開發增加貨運量很關鍵 普京說 今年北方航道的貨運量將會達到3760萬噸 六年後的貨運量有望超過1億噸 北方航道的開發計劃 將會為俄羅斯運輸機 被鹿襲擊受傷個案上升 當說鹿進入交配季節 呼籲民眾和鹿保持距離 不少人去日本 每年9月至10月是鹿的交配季節 鹿容易變得暴躁 加上紅鹿的鹿 各位歡迎收看這節新聞 我是鄭軒年 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致賀電 說希望走出一條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 多國領導人也祝賀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 美國共和黨的特朗普 事件四年將會再度入主白宮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賀電祝賀特朗普當選 習近平指出中美合則兩利 鬥職俱傷 一個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中美關係 符合兩國共同利益 和國際社會的期待 希望雙方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 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 走出一條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 祝福兩國、為及世界 國家副主席韓正同日致電比曼斯 祝賀他當選美國副總統 在北京外交部深夜發聲明說 中方尊重美國人民的選擇 對特朗普當選總統表示祝賀 美國盟友、日本、澳洲和英國等國的領導人 紛紛祝賀特朗普當選 歐盟委員會主席鳳德萊恩發聲明說 期待與特朗普再度合作 呼籲努力勾建誇大西洋火榮關係 祝福雙方人民 特朗普將會如何應對盟友以色列 在中東多地的開戰是外界焦點之一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說 相信特朗普勝選有利兩國盟友關係 正同義軍在黎巴嫩交戰的真主黨 新任領袖卡西姆就強調 美國無論由哪個當選總統 對真主黨來說都是毫無價值 而同義軍在加沙作戰的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就強調特朗普必須令美國 停止盲目支持以色列 至於一直支持哈馬斯和真主黨 並且因為核威脅等問題 長期受到美蜂制裁的伊朗 就表明伊美主要政策 不會因為美國政壇變天而改變 武線電視記者朱少林佛道 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 提出減國內企業稅 對中國貨品加關稅等 應對國內通脹 有分析預期措施有可能適得其反 由李卓謙在美國華盛頓報道 大城市當然想做到日夜都繽紛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 雖然是政治中心 但是入夜之後 不少馬路都明顯淡靜 由一個街口走到下一個街口 不難遇到吉舖 這個位於白宮東面的社區 有食肆鋪位更加空置了超過四年 有分析相信 和在家工作仍然盛行有關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 華盛頓特區曾經是全美在家工作 比例最高的城市達到四成八 趨勢在疫情之後 也未有大幅逆轉 實體上班的人少了 晚上同時間消遣自燃減少 除了工作模式 物價貴亦都是直接因素 令到人少了出街 去年美國家庭平均可知 配收入是半世紀前的大約六倍多 但是同期物價上漲了十幾倍 福布斯雜誌曾經調查 說扣除通脹 美國人自上世紀80年代中 人工其實並沒有提高 我認為這是一陣子從COVID 尤其是一陣子 而且很多錢 都要花費到達到那個時候 而我認為這個結果 是似乎的 而且 很難為大家 但這是正確的 我真的不覺得 有一個完美的解釋 貨幣的價錢 大概30% 從COVID 所以 對 確實是有意見 但不是收費 不是收費 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 競選時提出的壓低通脹政策 包括減企業稅 由百分之二十一降到百分之十五 希望提高國內生產和消費 有分析就擔心政府收入減少 反而增加了財赤 發債或者印銀子 都會再增加通脹壓力 至於特朗普提出 在他上任之後 將會對所有中國進口貨品 加徵新的額外六成關稅 有智庫分析就說 這樣做即是等同 令到美國本土的消費者 貨品的選擇少了 亦都有機會推高通脹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 在美國華盛頓報道 美國國會選舉方面 眾議院控制權誰屬仍未明確 但民主黨重奪眾議院的機會 愈發渺茫 在美國密歇根州 民主黨候選人斯洛特金 擊敗共和黨的羅傑斯 取得參議院議席 但未能扭轉共和黨以52席 超過半數50席的門檻 重奪參議院控制權的局面 至於眾議院在改選前 由共和黨以220對212席的優勢掌控 現時仍然有近40席 未知花落誰家 民主黨需要至少 從共和黨手中奪去八席 才有望重奪眾議院控制權 但隨著多個州的 共和黨現家議員成功連任 民主黨想掌控眾議院的機會 越發了亡 回到本港 一個男人在旺角從高處墮下死亡 警方正在調查 是否有可疑 發生墮樓事件的是 登打市街36號行威商業中心 低層平台的帳篷被撞穿 一個男人服私在平台 大批探員走上大廈天台調查 向著平台的一處長身 又懷疑血跡 鑑證科人員和法醫分別奉照到場搜證 警員也封鎖大廈 警方在早上10時43分 曾經接獲一名男子報案 聲稱被多人追打 逃走去到攝氏大廈的天台躲避 報案人也說腳步受傷 警員聯同救護員到場之後 就發現一名男子懷疑從高處墮下 當場證實死亡 據了解 初步調查相信死者是報案的事主 警方正調查死者的身份 以及事發經過 無視電視記者 不止僑步道 前中大副教授許金山涉嫌以儒家球 註滿一氧化碳 將儒家球帶回家 許金山向助手討稱 是拿被一個化學系教授做實驗 而許金山在被捕之後 說計劃用一氧化碳殺老鼠 是謊話連篇 明知在案發當日 太太會獨自開車接女兒放學 特意將承載著一氧化碳的儒家球 放在太太常用的私家車 警方針對澳門賽車即將舉行 抓了14人涉嫌非法賽車 警方扣押14部私家車 在大濫衝車輛扣留中心 作進一步檢驗 是否有人非法改裝 新界北總區交通部 針對澳門賽車即將舉行 過去兩個月進行反非法賽車行動 偵破6宗案件 其中3宗涉及6輛車 分別在屯門公路和套路港公路賽車 最高時速達到157公里 另外3宗涉及8輛車 在全錦公路不斷高速來回 在一段限速50公里 彎多而且路窄的路面上 以時速高達135公里去行駛 並且在彎位多次橫越路中的雙白線 進行追逐 不過警方並沒有即時執法截查車輛 而是憑著拍攝島的片段調查 上個月28日至今個月1日 採取拘捕行動 今次的不截車 我們亦都想給所有駕駛者 多一份警惕 我們認為不應該駕駛者 在見到警車的時候 才小心駕駛 而是全時間都應該做一個謹慎 安全負責任的司機 被捕的14個本地男人 介乎20至33歲 報稱教師、護士和職業司機等 涉嫌非法賽車和駕駛時 沒有第三者保險 目前獲准保釋 今個月下場向警方報道 警方嚴厲譴責非法賽車行為 妄顧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強調絕對不會姑息 無線電視記者陳傑文報道 回來新聞時間 超強颱風銀行 今晚午夜前後 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 天文台會在明天中52點至下53點之間 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今天是24節氣的立東 早上和入夜之後 也都較為清涼 在中環風勢有時多大 各區最低氣溫 跌至19至20度左右 濕度也降至50%以下 但周末可能會變壞 鐵文台預料 超強颱風銀行 今晚午夜前後 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 並且採取偏西方向移動 滑過南海北部 明天中午12點至下午3點之間 會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至於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的訊號 天文台就說 由於銀行環流較小 要視乎銀行和珠江口的距離 它的強度變化和本地的風力變化 天文台又預測星期五早早稍量 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0度 新界再低2至3度 日間非常乾燥 無線電視記者黎在山報導 大埔吳童寨村村代表 前年收樹期間被跌下來的樹幹擊斃 蛇印廷裁定他死於意外 案發在前年10月 64歲的休育生是吳童寨村村代表 蛇印廷今個星期一起開始言詢 庭上披露攝氏的樹木曾經有樹枝跌落 居民多次聯絡地政總署 都獲回覆無即時危險 由肉身擔心獎者經過會被壓中 自發同村民去收剪 其間樹幹突然斷開擊中他的頭部 昏迷宋苑後死亡 陪審團今天一次裁定他死於意外 建議處方處理枯樹的時候 應該樹立明確標語及遺風 避免市民進入高危地方 也要增加透明度 讓投訴人清楚進度 避免自行處理救生危險 香港國際美酒節一連三日 在灣仔匯展舉行 有超過600家 來自20個國家和地區的參展商參與 除了多款新興國潮酒、日本清酒 也有捷克、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威士忌等等 今年參展的烈酒商有明顯增加 佔全場展商數目大約四分一 有國際酒商說香港調低烈酒稅 吸引他們拓展香港及內地市場 展覽主要開放給業界人士 最後一日會向11歲以上公眾開放 但要買票入場 全體下 烏克蘭部隊據報首度和支援俄羅斯的北韓士兵 在俄羅斯赫爾斯克交戰 南韓總統尹錫悅和北約秘書長呂特通電話 討論如何回應北韓援助俄羅斯 美國一個要求身份保密的官員向路透社表示 北韓士兵星期一首次參與俄軍在赫爾斯克的戰鬥 但沒有透露細緻和北韓士兵任何相亡 烏克蘭國防部長烏梅諾夫星期一 接受南韓一間電視台訪問時說 烏軍和北韓士兵小規模交火 他指出支援俄軍的北韓士兵大部分仍接受訓練 他們穿著俄羅斯軍服在前線接受俄軍指揮 美國國防部早前說 有最少1萬個北韓士兵在赫爾斯克 而派往支援俄羅斯的士兵總數為11000至12000人 但是俄羅斯和北韓從未承認 烏克蘭總統札蓮斯基星期二說 烏克蘭和北韓士兵首次交戰 形容是揭開世界不穩定局面新一頁 呼籲全世界和烏克蘭一起盡力挫敗俄羅斯和北韓 將戰事升級的行為 南韓總統混石月星期三 應約和北約秘書長呂特通電話 討論如何回應北韓援助俄羅斯 是兩人不足一個月內第三次通話 滾石月說南韓正安排烏克蘭一個特別代表團到訪 南韓和其他立場相同國家需要加強團結 應付這場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機 無線電視記者何英喬報道 澳洲將會立法禁止社交媒體接納16歲以下的用戶 成為全球首個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國家 澳洲總理亞爾班內塞說 很多家長向他反映 社交媒體損害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因此政府將會推出一項全國法例 禁止社交媒體接納16歲以下的用戶 而且不會有任何豁免 即使家長同意也不可以讓青少年使用 現有的已註冊未成年用戶也不可以繼續使用 執行這項規定的責任落在社交媒體平台身上 為例的公司會被罰款 但用戶本人不會受罰 這項法例將會在國會通過的一年後生效 日本內良近期遊客被錄襲擊受傷的個案上升 9月有35宗比前一年多7倍 當華地錄進入交配季節 呼籲民眾與錄保持距離 不少人去日本錄 5月至10月是錄的交配季節 錄容易變得暴躁 加上紅錄 國際性交配季節 每個年紀錄 都由於國際性交配季節 都由於國際性交配季節 更多幾個年紀錄 不足為例 文版國際性交配季節 公司的經典 公司本身一日